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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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Yokutoimus 大家好 回來了 今天已經是10月5日 一年又容易過 過了中秋 尤其感覺 非常之 僅僅不變 千年之威 一句 到了中秋 很快就過了一年 上星期過了中秋 其實今天 到10月5日 2020年 很快就過了 10月 當然多事 所謂10月驚奇 對女性來說 每個月都有驚奇 但不只是10月 意思是驚奇 令你驚奇 驚奇 那代表什麼呢 有些坊間的數據 大家都有參考過 這個 自從1960年開始 這個10月驚奇就很準 意思是 什麼叫驚奇呢 有些東西你會很驚嚇 這才叫驚 奇是什麼呢 你想不到的 那 特朗普還有武漢肺炎 大家都覺得 市場應該很糟糕 曾經在道指期貨那段 真的跌得很慘 500多點左右 都不是很慘 現在道指是27,000多 其實看道指的圖 大家如果有機會看看 美股杜瓊斯指數的走勢 28,000點 就是一些比較大的阻力位 那 昨天很好笑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撞開一些股油 在SOGO 你知道我在SOGO 這星期有些活動 那 講開又講 在假期 那段時間呢 我們這邊當然是優勢 美股呢 外圍照開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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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道指期貨之後 真的美股開市 那段時間呢 裁了下去之後 很快 都沒有事發生 升上去 那 就是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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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跟我自己預測 特朗普這個 就是 這件事呢 這個武漢肺炎呢 的確是 就是 一些叫做什麼呢 就是選舉策略 所謂兵不厭詐 那昨天呢 在SOGO撞到一些股油的時候呢 我都說呢 今天呢 市一定升的 就是星期一今天 說的是10月5日 今天 我是一定彈的 會不會彈啊 我說會的 就是以我的判斷是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呃 你們這班 就是 這一邊的人 就是 都覺得 特朗普中了招 呢 是要開香檳的 你明白嗎 所以一定是升的 你記得到呢 那些大陸呢 在過去這幾天呢 就是 拘捕了環額 就是慶祝別人 還沒有抗肺炎 其實是很陰質的 這些事情 但是很多人知道要做 你明白嗎 那就是 然後呢 我就說過 我覺得市場就會夾 但是呢 是不是最高 就是最高的水位 才是 去到二萬四樓上的位置 才讓你潑呢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機會 如果你看淡的市場 如果今天彈上來呢 就是最佳機會可以做淡的 之前部署的那些 我們看看今天是700 對 700呢 和匯豐呢 就夾得很狼 尤其是匯豐 5% 所以現在呢 升了三百多 去到二萬三千八 我之前提過的 恆生指數那個走勢呢 就是 第一個如果要反彈的阻力位 就是二萬三千六 第二個呢 就是二萬三千九 我說過的 就是大家如果 不善亡的應該提過 我講過這個走勢的分析 剛剛呢 就是二萬三千九 是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阻力位 大家看到那個 恆生指數的走勢呢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這個個人看法 這樣子 那麼 唯一慶幸呢 就是 補了一些 很輕微的 下跌列口 對了 那麼 有權會再升多一點 那麼 去到呢 這些位置 這些 阻力位呢 更加大一點的 就去到二萬四千 二啊 那些位置 對了 其實他們現在呢 可能有幾百點 都還不奇怪的 就是 會照夾 因為你說特朗普現在又出軟了 那你就知道 其實這件事 是不是選舉策略 咯 說真的 就是 武漢肺炎這件事呢 其實有很多症狀的 就是有很 就是有很明顯的 重症 也有些是什麼 症狀 很輕的症狀 症狀 所以其實呢 怎樣去界定 你是不是中招呢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的 就是 你看到有些人測試 是不是 頭兩次沒有東西 然後最後第三次才中招 對了 就是你明明那個情況 這個病本身呢 其實你怎樣去界定 去中招呢 當然一定是中招 才有輕重之分 就是 但是你怎樣去掩測 出來 就這樣的確認呢 其實 其實無謂去深究的了 對 尤其這件事呢 美國總統選舉這件事 特朗普中招這件事呢 令我更加對這個 就是這一種病的看法呢 我認為是這樣的 我自己 是不是代表你的看法 你有什麼看法 我不 我不考究了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的 那 其實 一早贏了 選舉 還用不著辯論 還用不著說特朗普要中招 但是為什麼他要搞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是一個選舉策略 其實他也怕 是什麼呢 就是他自己會輸 所以呢 他做好這些 劇本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當年阿扁一樣 中槍 那就是選舉贏了 那麼問題就是 當年 即是 以台灣那次選舉的經驗是什麼呢 連戰和宋彩如是真的贏了 幾乎 那麼阿扁要連任呢 就一定要用一些奇招 所以這個就是驚奇的 那個奇招 所以他是成功連任 沒有辦法選票的東西 是不是 很難說的 所以特朗普也知道 什麼叫選票 那個的不確定性 他做了這一招出來 然後走出來 就說我們可以戰勝世界 戰勝 他所說的 所謂的中國病毒 武漢肺炎 那 贏了 所以其實你現在看民調 什麼落後等等 沒有意思的 基本上 第一次選舉之前 我已經說特朗普是很大機會連任 這是我到今天 我都不會改變的看法 尤其他適用這種策略呢 更加令到拜登其實是很被動的 在選情上 還沒有其他招數出 你說跟大陸 即是中國的 博弈關係那些 還沒有出招 現在正在搞直中心 所以今天都散了 叫大家 逢高月減 就是 即是你明知有時候 有些事講到尋 你知道有些股票 是會陷入一些所謂政治事 那些還要去搞 所以匯豐呢 我跟你說 他現在牙斬斬 彈到5%左右 是 牙斬斬很威風 即是有些 二十八元 撈到底那些 一定不會沽的 很明顯 因為覺得自己鬧底 是不是 我怕我不拼你 因為他有機會搞 分拆 所以這些潛在消息 他會有條件彈性 你正在搞法國那件事 不過要買家倒貼 為什麼 一元賣給你 倒貼鎖就債 是不是 那個道理是這裡 那 你如果這樣計 你中心的例子就是另一種例子 是不是 和匯豐不同 匯豐就是因為陷於政治史 但是他能夠自救 他有條件自救 你中心憑什麼自救呢 你的技術不行 怎麼自救 就是說你的科技水平 不行的時候怎麼自救 所以這些策略 一定是逢高就要沽 是不是 你不要再搞 沽了之後 是不是 有些人覺得跌得低 便宜 又靠大陸撐 以為撐得好 現在就是撐不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又再跌 六點幾個巴仙 所以 反過來說 特朗普這件事 他這麼快說出到院 我覺得他不是中招的 是一個策略來的 當然 他找什麼醫生 和他一起 做這一場戲 搭這個棚 一定是那幫人 他連任賭 大家都有傻 很明顯是這樣的 其實這種所謂的政治交易 所以有些人 上個禮拜都說 有些人只會覺得 即是 特朗普輸 只會有一些人會覺得開心 其實這個世界 不是代表所有人都開心 是一群人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今個月來講 看看走勢 因為之前有一隻 熊仔死了 那隻騰訊 今天 升了這麼多 530元最高 又是那些目標 彈過 那些反彈位 就說可以試沽 所以上個星期 我在其他頻道做節目的時候 有些人問我 喂 咕得美 有沒有做淡 騰訊 因為騰訊那天 是 坐下來 那隻 之前那隻 就收了 現在死了 521211 就 彈到上去 毫霸子 夾過上去 由一毫子去到毫霸子 上個交易日 即是說放假前 現在收了 玩完了 沒得玩 521211 52121 對 收回價是524元 5毛錢 今天去到最高530元 提彈訊 沒得玩 那 就 選擇另一隻 唯有打一把之後 如果想 做淡 我選這個 60628 收回價 544元 即是再高一點 比到現在的位置 大概 十多元 這些玩法 就一定是控制住馬 我又不是叫你 一定要去做 做淡 你選擇做淡 或者是我選擇做淡 我會選擇這些 去盜 對 尤其是彈套上去二馬四千點 這些位置更加好 如果他收不回 那我就發達了 對 即是 不代表一定贏 發達的意思 只不過是 我有位可以做到 做到 我想做那個策略 那 可以不可以另一件事 這樣 OK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 絕佳良機 即是 趁在這個丙率月 出現之前 今天5號 過兩天 8號那天 就是寒露 轉入另一個節氣 看看有什麼 十月驚奇發生 又 意思呢 解釋了 遲進來的朋友 我都說了 說多一次 什麼叫驚奇呢 你猜不到的東西 叫奇 害怕就更加害怕 你害怕了 是不是 那現在市場回來就沒事了 但老婆 我都說這裡一定會開香檳 今天市場一定會開香檳 那就搞定了 現在暫時成交 就是 去到差不多11點 10點9 400多億 嗯 那找匯豐700 那市場一定會夾的 如果這樣算 但是其他這些 都不升 靠了兩隻就搞定 所以這些死蛇爛線 941 1810這些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你靠兩隻來頂指數 那 那就 沒有什麼代表性 但是個別股票 看看是怎樣 我這隻302去到3.8了 之前有些朋友在說 去到3.5毛的時候 哎呀打不打把 買不買得 我也說買得 不用打把的 打把就要去到3.23才打把 如果不然的話 就好住先 忍一忍吧 應該有機會贏的 那現在贏了 302 去到3.8 現在三七半 哎呀 喂這些股票 你看到那個勢 那股票 那股票不升 呢 就是因為市場西 嘛 都說9月份 再之前那一星期 整個星期 跌了下來 那怎麼辦呢 這個星期 剛剛就是 這個9月15日 不是 這個9月21日開始 那個星期 跌了整個星期 整個九月的市場 不停跌 喂 現在十月份 第一天 所以才抽花棍 你看到這個圖 是不是 這個恆新指數 然後這個302 擺明都要炒的 上個星期是開波 這個 九月最後的交易日 即不要說開波 再出一支羊竹 是不是 現在又來一棍 那大家 不要吵了 是不是 這句說話 是針對我的朋友 我知道 他們有看我今天說話 在這個台上 在第二個台上 他們不停投訴 離間 尤其離間人的台長 我心裡想 傻傻的 我心裡想 現在302 我都說這一陣 我沒有什麼股票在手 只有這幾隻 這幾隻 還贏了錢 我都照收錢 你吹我 說真的 另外就 1909 看看 中手遊這麼英俊 1909 可以不可以 現在就 回到 回回一點 那 市場 是 升的 升了三百幾點 你記得到 成交量只有四萬幾股 二十多萬錢 就不是太多 不知道是不是太等錢 那最低 去到539 其實都很窄幅度 你記得到今天 這隻股票 其實不能作準 就是說 豪靈指水位 是不是 所以 看看 302 我兩隻 手遊股 我都說了 我在其他台 我都有說 其實兩隻 兩隻 我一定都會選302 我會覺得 會快一點 1909 你就要 後位 後位來看 對了 策略 都很嚇人 有時候 不要說兩隻 所有股票都嚇人 有時候 OK 那 要做到 比較靈活一點 就是這樣的情況 看看2013 2013 都站在這位 10元樓上 看看這個圖 我待會再回答你們的問題 先說這一段 各位聽眾朋友們 我知道你們有個留言 因為我想留著你們在台上 不要走 OK 還有 多些分享給別人看 這個圖 上一個 星期 我記得在節目裡面提過 就是 那個下降軌 就是 是一個阻力 反彈阻力 我也提過 但到10元樓上站穩 可能有些辦法 你記得到 今天市場 這麼好環境 但它又反而不動 動力不足 如果這樣算 如果你說 你有這隻股票的話 其實 你失守 下降軌 那個支持 跌穿了 就一定又要撇 其實 就是 期望不要太大 就是 2013 這樣 我不知道那位朋友 有沒有聽著我說 我希望他們 得到我的意思 得到我的意思 OK 2400 心動 好像叫做 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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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行動 心動 真的 是吧 那 就說 2851 一直藥 2400 一直藥 可以上多少 其實你也說得到藥 還可以上多少 就是 你的問題 有解釋性 你一定是有課 就是 在我的角度來說 你很希望這東西上得回去 那其實這個圖 有 這個2013 2400 對了 這個圖其實也不是說很弱的 坦白說 就是他做了一個高位之後 就 叫做 橫行整固一點 又不算弱的 我自己覺得 那 這樣 對 又不是說真的很差 再來一次 2400 不是很差的 我覺得有機會會升的 不過呢 就 其實呢 你要看看成交 會不會有什麼移動 就是說 如果你說成交移動之下 這東西會比較上 是 有些 幅度會擴闊一點 那就會有些看頭 意思是 你現在因為收窄 你看到 這個圖 全走來計 對 業務那些我已經不看了 因為 說真的 很多 就是 不同的股份 其實大陸那些 近這段時間 都是那些範疇多 的 你看到很少資源股上 你明白我說什麼 通常都是教育 網上科技 雲 那些 電商 那類的東西 比較多 那 我就不看了 你說如果只看技術 走勢先 那 如果你說 2400 心動 你說弱 我又覺得 這句說話 雙確之餘 我想他是在做一個整固奇形 看看去哪裏 作出一個突破 其實可上可跌 那如果你說出陽足爆上 那就恭喜你 那你應該也有機會 示範高位 但你說如果是向下失守 那我想你看到25元見 就是這些位 比較大些 集區支持 25元到30元之間 應該會有機會到的 那我不知道你多少錢買 你沒有說 就是這樣回答你 285 1211多強 820元 你說弱 是不是 對比高的幾多 是不是 距離不是很多 我之前提及過這個股票 我都說了 其實走勢不一般 怕 它這支針 做成圓頂這樣 這個形態這樣 是怕這個 那它現在 出一支陽足 如果突破40元樓上 就沒事發生了 你這支1211 這麼狼 是不是 喂 創新高 那你205 怎麼叫弱 對不對 如果你說後市 失守34元 那些位 就就是弱了 但你現在想再 去儲回歷上 那我想市況 可能你知道 那些錢 成交又不太活躍 那我想可能有些錢 就 無心亂戰 10月 沒有之前炒得那麼狼狼 就是這樣 所以 你的問題 假設性 那個問題設定 是有很多 值得相確的地方 我自己認為 我又不會幫你唱好的 我只是說一下 下觀事實 它怎麼看的 它走勢 你說它現在逆市跌 那比亞迪 其實衝了高位 它也彈回了 其實很多股票 不是很帥 你看市場 就是沒有什麼動力炒 就是個別是有表現的 但是沒有什麼動力炒 你不覺得嗎 你感覺不到市場的氣氛嗎 你說我這樣看 300多點升幅就很厲害嗎 什麼叫外強中肝 什麼叫敗水其中 還有什麼其他形容詞 外強中肝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這些 很明顯是這樣 就是表面風光 找兩隻去頂 這樣頂出來的指數就是這樣 但是你記得 其他股票 你記得到動力 減了 就是弱了 動力 就是成交不夠 那些錢不知去了哪裡 你明白嗎 你不知道去了哪裡 你可能估計 一些人想入市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6060 會去到什麼位 這一陣子 還有它真的不太帥 就是它出了一些數據之後 最近 我沒有記錯 但是 都不太怎麼炒 還要插 而且 整個九月都在下跌 今天 就叫做 在這些位置上上下下 就是三十多元 就是四十元以下 上上下下 會跌到什麼位呢 說真的 其實 如果你說它有機會 其實比較大 之前是三十元的位置 但是它的形態是可以反覆落 而尤其是像 這個款式 就是它一出陰竹 無緣無故就出了一棍 而是它在出陰竹之前 有些洋竹就想作狀反彈 但是 不能上去 你記得到 其實在九月開始 整個跌浪 它每一次都是跌多一個升 而且 跌的整個幅度 是 大於升的幅度 這個其實是純粹 技術上 你是一個 向下派貨 沽貨的格局 才是這樣 你一沽貨 就很狼 打一彈 鬥一鬥 有些人跟一跟 進去反彈的時候 你馬上大手就扔下去 所以就跌得急 你不知道它是否低位 所以大家拼它 見底的時候 入手撈反彈 但又不太敢 但又想做 這個反彈效果 所以那支洋竹就很短 是不是 其實這個局是兇險的 我跟你說這件事 其實後市 45萬是一個比較大的 一些 心理關後位 如果過到40元 樓上 可能有得夠 對 即是有機會 做了一個底 真的叫做 40元樓上 站得穩 如果不是的話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形態 即是休息幾天 突然沒什麼事 它是兌一棍很大的 那這件事 一定會見30元 你問它跌到去哪裡 一定會見30元 如果是這樣的形態玩法 反過來 40元樓上站得穩 出一支洋竹 靚靚靚仔仔 有成交跟進去 這樣便可以扭轉到那個頹勢 技術上 玩完了 我覺得很多 即是這一堆 所有的電箱 類似科技類的股份 我想有自己玩完的感覺 尤其美國是龍頭 我也說 之前那一堂 無神神跌一千點 那個真的是聚幕 演習 兇雜的演習 OK 所以我才想做淡 其實在這個月 幸好我有些事情在忙 所以我又不是很專心 拼命地炒股票 因為實際上 我剛才也說 你覺得股票很有動力嗎 是傳我贏錢 302那些 但你看得到 我也沒有很多股票在手 不是很多不同類型的股票 基本上我會輕身倒閉 其實 所以 所以 如果那些事情 很狼 可以炒股票 你以為我很有空 對吧 Sogo 放一個BOOF 你覺得會賺很多錢嗎 Sogo 是不是都可以分我幾成 對吧 對吧 我還沒得出錢 沒得出錢 沒得出錢 跟你搞這些事 別玩了 對不對 當然最好賺股票 我什麼起家 我什麼出道 我出道是靠什麼 炒股票 當然傳媒也是 不然也不用開台 在這裡 嗯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 策略上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比較上 是 留意 趁指數表面風光的時候 你如果是全心想減持 手銷上的股票 你是要趁機的 因為市況好 你以為是外面紅雨 就說而已 黃雨就說而已 但股票市場 正在升幾百點 天氣好 那天氣好 當然是吹浪三 對吧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這樣解 我覺得在策略上 其實你要留意 你如果手上的股票 你說慶祝特朗普 總武漢肺炎 那為什麼你的股票不升 對吧 喂 981 經常針對我 763 經常針對我 應該升花棍殘酷一點 報復式的 才可以 爭氣一點 對不對 中國人 中國科技股 爭氣一點 對不對 你又不是 還要跌 那說不通 你明白我 說什麼 說不通 對吧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形態 我的策略 也是那句 我不知道你的策略是怎樣 你自己要想 你自己要獨立思考 我的策略就是 就是 蝦韋菇 蝦韋試做淡 當然 還有幾天才進去炳蝦月 寒露 那個節氣 我想可能也會觀察多一兩天 但有位可以試試 其實700這些 就是夾到530元 今天一開已經做了這個位 多有型 陰竹 一開就開到這麼高 然後就刷定出陰竹 對嗎 對不對 這隻腳就好像 低位組織的腳 那一刻就 有些懸疑 你明白我 說什麼 一開波530元 最低就是521元 但因為都低不過 之前收市 還比之前收市的位 升多10元 那就是說 他是不是都高開的 裂口位就是那10元 如果是收低521.5 就是收低今天最低的位 或者收低過 之前的收市 就陰竹了 那這東西就散了 所以其實如果是這樣計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 如果我想想 看機會做淡 那我就會有這樣的做法 所以呢 想想 即是你想怎樣做 在今天的視訪裡 你有什麼部署 你不是只有一兩天的 你的部署是要 看完整個十月 或者是看遠一點 那我覺得 又不需要看這麼遠 因為十月已經夠 夠你們驚奇了 整個十月 我相信 夠了 那我是看淡的 尤其是 如果你指數彈得更加高 更加好 因為怎樣說呢 因為我針對那兩隻股票 即是700 其中一隻 另一隻是3008 匯豐我就不 未必會是隨便做淡的 匯豐 因為他現在是有消息 浪著 來撐著股價 有很多人覺得 28元沒有買到 而他一路升上去 那些人會追回匯豐 人就是這樣 你又會很痛恨 那些人說 27元我沒有買 28元我沒有撈到 那些人 你是會這樣的 咦 2020的時候 你又會追回匯豐 然後他才可能 再另一棍殺下去 然後 把那些人的皮 然後 才開始 真的 或者有消息 跟回去 才來 大龍鳳也不頂 我覺得是這樣的 匯豐 所以呢 我就不會選擇 這隻 除非他彈得很高 去到 34 35元 那些 到時才再算 因為圖 你會看到他真的想 做底 匯豐 你說是否會升得很多 我沒有說 你說是否會升得很厲害 我沒有說 我只是覺得他應該 始算定了做底 那些人會追回這隻股票 OK 所以 這不是我的 空襲目標 空襲目標 就是 388 和700 你看看 388 其實 還是受制的平均線 那 那 你說 剛才有些朋友說 那些股票 那些叫做弱勢 那 388也是 很客觀 不用暢談 對不對 你是可以的話 你自己也會 可以踏上去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 我自己的策略 我會這樣部署 而 過股呢 其實 很多 都是死蛇難閃的 我覺得 這個市況 不像真正正 見底回聲 特朗普 身中劇毒而亡 那些 我不覺得是 尤其覺得特朗普 是很聰明的 一個 他不單是一個 商人 他也是一個政治人才 他懂得去玩政治 他懂得去玩選舉 這些人 其實 在國家來說 是一種幸福 來的 因為他 無論怎樣 為自己私利也好 那些國家 如果能夠是因為這樣而 復興 或者是強大 那些國家的人 都是受惠的 好過一些國家 只是陷於來鬥 是不是 陷於來鬥 搶你飯碗 沒有得做金融中心 就要走來奪取金融中心 那這些 人民不幸 知靈有說 就是這些國家 我不知道是誰 總之我覺得這些國家 是不幸的 所以 你反過來說 你還沒想到 今早早的導致期貨 還是升的 意思是 可能是說 特朗普突然出院 你看看他這樣的精力 就算中了招 以他這樣的精力 說真的 拿他的命也未必那麼容易 除非他因為這個月 真的弱勢 因為他本身的八字 是衝井今個月的 除非真的這樣收他皮 不然的話 他這樣的體魄 說真的 鬼膽精神 還有很多名人都中了招 但也是可以戰勝到這個病 包括他兄弟約洪遜 兩條傻佬 現在難兄難弟 大家一起中 打BANG 催你不將 另外有很多球星 就是 根本上很多 中的招 都可以治癒 死的 通常都是一些 傷殘老弱 本身長期病患 或者年紀大 年紀大 是不是也要死的 說真的 有什麼藉口去死的 就是 很簡單這個道理 對不對 難不難聽也好 這是客觀事實 對不對 那就是 反過來說 如果你想想 以這個體魄 就算當初 上星期出了消息 說他中招 我也覺得他應該沒有大礙 何況 他是不是真的中招 我想只有 部分 一小撮的人 我想全世界幾十億人 只有兩三個人 或者十個八個 究竟是不是真的中招 所以這些人 開香檳 所以市金就升了一定 對不對 那你就好機會做淡 我昨天在SOGO說的 你問回 我有人證 你不要說我老吹 我有人證 OK 就是這樣 所以就看個別的股票 就是表現 如果是這樣 都是貫徹這件事 不錯 沒有問題回答 我可以省下一點功夫 那 就 今天是SOHO中國 不知道是否聰明 不過我想上一節的節目 應該有些 那些同事嘉賓 應該說了 另外跌幅 先看看 看看恆達如何 跌了一點 708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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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燕州梅跌很多 咦 怎麼了 燕州梅 燕州梅 斥支183億元 人民幣 向母公司購入多項資產 嘩 買一堆東西 難怪跌那麼多 用百多億 去母公司買資產 難怪你媽媽那麼疼你 OK 這樣做得 你媽媽一定很疼你 應該的 好 沒什麼特別啊 真的 今天呢 純粹是指數彈來彈去之後 其實都幾悶 就是這樣 7800呢 噢 一個三無幾 OK OK 對了 怎麼說好呢 沒有拍檔 做節目有時候都幾苦悶 真的 唉 都是 是時候要找一條女的 要不然的話 我都真是頂不順 真的 想一下 哈哈 先想一下 就是這樣 對了 半導體研究機構 深謀研究 深謀 深謀 嘩 分析師 這個人不說 免得 說他的名字 他掌握的消息 九百一中心 被列入了美國出口管制關注的名單 但並沒有被列入實體清單 這兩者有區別的 如果被列入出口管制 中芯的美國供應商在供貨的時候 需要依照美國出口管制條例申請特殊許可證 如果中芯涉軍 即涉及解放軍 嫌疑被確認 軍控清單旅的項目 就需要特別許可證 雖然手續麻煩了很多 但是 遠遠不及 被列入實體清單嚴重 這人也說 實體清單 提出的申請 會被 推定拒絕 軍事用戶 獲得批准雖然不是不可能 但在當前敏感的政治形勢之下 將會困難重重 網上流傳 由美國商務部工業及安全局發給 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SIA 的信裡說到 這封信在由 SIA發給相關公司 目前美國的相關公司也收到 很多細節未公佈 中芯國際 在9月27日 對外公告 很謹慎 只是表示未收到 官方發布的有關出口管制消息 其實他也知道什麼 又說未收到 哈哈 那時候又說未收到 其實就是收了 看你怎麼說 只要面對更多交易手續 但中芯不會停擺 我也知道你不會停擺 你向下插 怎麼會停擺 對不對 股價 在說 在困難你 OK 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嗎 那就 我現在看來 90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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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買到這位置 你能買到260多元 你會在什麼位置打靶 你能買到當然是想吃長渣 想吃到一直像騰訊那樣玩的 你的心態一定是這樣 不用說 260多元不追 現在才來追 虧張了一點 其實這個問題 就像你買一件東西 你本來買一件東西 10元你可以買到的 現在一個星期之後 人家加價就加15元 加到15元 那你追不追 你覺得要就要付 其實道理就是這樣 你下街買東西 是吧 買一件東西是通渠的 10元 現在不知為什麼 每個都爆死坑 所以需求大增 那就15元加價 那你需不需要這樣追 你也要追 如果不是要爆死坑 那怎麼辦 要買回去通渠 是吧 就是這樣說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就像在街市買東西一樣 你買股票 只不過銀碼大些 你認為 你會有回報 所以你才有這麼多考慮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跟你在街市買東西 這個概念沒有分別 是吧 就是這樣說 你說追不追好呢 我覺得你現在追 不是說不行的 但問題是 給多一點點 就是你給多了錢 260多元跟你說 你可以考慮買的 我記得我在不同的頻道 包括這裡我都提過 那一刻你沒有做 你還要追多一點點錢 我沒有說不行 但問題是你這些位置追 你的考慮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打靶位 可能要放到250元的位置 其實都是那些位置 公道一點說 就是人家260多元買 輸少一點 你260多元買 250元打靶 輸多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本身的時間 進入那個時間 是遲了 或者你等 有時候炒股票 這些心理位置我明白 因為我炒股票這麼多年 我知道 但問題是 其實道理一樣 你的打靶 你的止蝕 如果你發覺股票不對勁 你不想長渡 或者你不想再持續下去 不要說長渡 你不想再持續下去 其實你無論如何都要找個位置止蝕 你如果用10元止蝕 你260多元買 你就用250元沽 因為這個圖擺得明 是穿了245元 240元 就很頑皮 99800元走了 是不是 那你一定 最多都是輸10多20元 你都要走 如果下得到這個位置 一定是市場發生什麼事 令到整個東西推倒了 所以這些股票才會這樣跌 如果是市場發生什麼事 那你 有條數要計算 那你 因為你買貴了 那你的技術位 就另一件事 即是你280元買 那你可能要看這些位置 有沒有支持 就是260元 257元左右 這些位置其實是逐級這樣看的 但是其實你輸的幅度 其實如果你按這種策略 去保持自己的本 其實你按這種策略這樣做 你輸的錢 其實都是那20-30元而已 其實你什麼位置都是20-30元 那你250元買 和280元買都是一樣的 只股票不升 你都會輸那20-30元 你升的話 你也是會贏的 即是你買得上去升破300元 你覺得有錢執 他不升的話 你是不是都要輸那20-30元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想清楚 你想一下我這一段說話 你覺得是不是 你自己想一下 其實你按策略去做 你都是這樣 即是你就算不幸運 買這隻股票真的輸 都是這樣 其實都是輸那麼多 不過爭取你是什麼位置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260元 買那一圈 你現在升上來280元 你不會沽的 可能 他那個人的命運和你一樣 當他萬一回到240元的時候 他也是在那位置打敗的 他也是輸20幾元 但是你在280元買 那隻股票不升 穿回到260元 你也會沽的 那其實你跟他無論如何 你是按策略做的 按技術委做的 你也會輸20元 大概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會是 我不是說你 我不需要針對你 我意思是說 很普通說 很多散戶 或者投資者問的問題 其實都是 其實都是 怎麼說 不需要有這些問題出現 當你懂得思考的時候 你不需要有這些問題出現 好嗎? 多謝大家 175 最後才說 我現在下班了 13 大哥 175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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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止蝕 如果你選擇不想再拿走 因為他走勢弱了 而且為何他走勢弱了 今天早期在節目裡提一個 這個指數 你不需要理會的 是一個掩護來的 即是 是一個什麼掩護呢 其實 這個掩護 對我的意義而說 今天我只能夠 我現在的事聲 就是給我一個好的機會 去空襲我想空襲的股票 即是做淡 明白嗎? 其他的股份呢,不是怎麼升呢? 告訴你,那事就是不行 你是每個人都這麼討厭特朗普 他現在進了招了 含家產了,混蛋了 但又未死得 是不是都開香檳的 你們每個人都這麼討厭他 麻煩你爭氣一點 股票應該全部放煙花吧 為何不是呢? 你想一下這件事 那你就解釋了為何這件事 今天是這樣 所以 你什麼股票都好 你不用看指數 這是一個掩護 對你沒有意義的 你不是700,你不是五毛仔 今天是沒有意義的 指數對你來說 你覺得不對勁 你要及早離開 如果你不想開 今天也有一個 其實差不多 你16元買 15元可以離開 你不能離開 現在穿了15元 20元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不想再開 你要及早 趁還有位可以沽 沽了去 再說 謝謝大家 今天收睇大魚炒爆股壇 說了一小時 我覺得很豐富的內容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聽 聽不聽得出過小時的 一些 策略也好 心路歷程也好 什麼都好 自問做股評人 我對得住自己的專業 拜拜 風也好 紫腸 太貪了 跟鬥 太貪了 我們想不聞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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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聽不懂